短线有的股票都在波波反弦 就是3.6港幅海外 运费就知道 一路都在高位徘徊 亦都没有迹象可以割下去 最近内地又有一个地方出现反腐 就是内地都要全州 全州其实都是一个主要的赛港口 传统来说 内地疫情反复的时候 港口的措施就会收紧 一收紧的时候 堵塞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更加严重之后 运费可能会伸出一轮的上涨 虽然刚刚传出过消息 就是美国一间的航空公司 全台三大航空公司 就会冻结运费到明年2月 但是始终这个可能是个别公司的行为 都不似是一个市场的共识 尤其是也都不需要担心 就是内地的政策监控澳门 会出手 即是控制运费 因为暂时来说运费高 都是由欧米的Distributor去买单 而这个内地的航空公司 就是主要是国企 因为356被国企收入后 已经变成了国企的本质 而且36是在盘色方面很慷慨 因为你看到过去几个半年 基本上它赚多少就占多少出来了 短线来说 应该是因为上过加月日 有个配股 所以股价就出了明显的调整 但你看到1919这些影响 都有升等 所以就消化了配股消息之后 其实大家就开始炒疫情 导致运围进一步上升这个冲景 所以36我相信就应该调整今天 其实是可以考虑 作为一个短线的买入 目标价其实都是以短线为主 可能就是回到之前的高位 就可以作为一个短线目标的参考